观察者网讯 美国古巴裔共和党籍众议员 马利亚·埃尔维拉·萨拉萨尔 之前公开抹黑中华合作 并捏造炒作所谓中国在哈军事存在 最终遭到阿根廷驻美大使驳斥 据阿号角报3月2日报道 阿根廷驻美大使豪尔赫·阿贵略 当天致信萨拉萨尔 指责他这些说法明显不正确 且具有冒犯性和侮辱性 阿贵略还在信中不无讽刺地提到 如今在阿根廷的围域区域外国家军事存在 就是英国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非法占领 据报道 萨拉萨尔2月28日 在美国仲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听证会上宣称 阿根廷正在考虑在境内建立一座 制造中国喷气式颤抖机的工厂 与委内瑞拉和波利维亚一样 为中国军事存在提供便利 他特意用西班牙语发言 摩黑称这类合作是在与摩黑签订协议 还威胁说美国不会袖手旁观 因为华盛顿不能拥有一个制造和出口中国军用飞机 并将其卖给邻国的盟友 萨拉萨尔还在讲话中提到 中国在阿根廷建立海外升空测控战仪式 藉此宣称中国的存在正在增强 他放言道 我们清楚 中国人到这里来并非为了贸易 而是战争 此前阿根廷在2022年的预算中列入了6.64亿美元拨款 用于购买多用途战斗机 有报道称阿根廷计划从巴基斯坦 购买12架GF-17Blog-3骁龙战斗机 但在去年年底 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宣布 该国必须将其资源分配到比购买军用飞机更重要的事情上 这一采购没有实现 当地时间3月2日 阿规略回信对萨拉萨尔抹黑中华关系的论调 给予回击和驳斥 据号角报称 这封信被抄送给美国中医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所有成员 首先我必须强调 阿根廷境内没有区域外国家的基础设施或军事存在 唯一例外就是英国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非法占领 阿规略在信中说 萨拉萨尔指责阿根廷考虑建中国战斗机工厂 并想地区出口的说法是从未存在过的荒唐式 就购买多用途战斗机一时 阿根廷也将继续评估所有选项 针对中华两国合作运营的升空测控站 他指出 该升空站与后舟航天局 在阿根廷运营的升空地面站 具有完全相同的特点 两个站点间的距离也不到300英里 他强调 阿根廷在空间观测方面 也有长期的科学和技术发展传统 所有设施的位置 都有其地理位置和阿根廷的能力决定的 阿贵略还提到 阿根廷如今能从美国等国进口的 喷气式战斗机供应量极大受限 正是由于英国因1982年马岛海战 而对阿根廷实施了制裁 使该国无法获得 含有英国制造部件的飞机 冒犯核攻击一个自1810年 享有自由和主权 且是美国朋友的国家的政府 在任何情况下都无助于增进理解和拉近距离 而是相反 他在信的结尾写道 号角报指出 美国国会议员 尤其是共和党人 过往屡屡炒作中国在哈影响力 美国也曾表达过 对中国在阿根廷建立海外升空 探控战的担忧 但像阿规略这次政府直接回应 有关指责的情况并不多见 中国与哈根廷同为发展中大国和新兴市场国家 有着广泛战略共识和共同利益 建交超半个世纪以来 中亚两国高层交往频繁 双边关系发展顺利 相互支持对方在维护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上的正当主张 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 有着相同或相近的立场观点 2014年中国与哈根廷政府签署协定 在阿根廷内务肯省 建设中国在海外的首个升空侧空站 阿根廷升空站 2017年升空站顺利落成 并正式投入使用 用于中华双方对外层空间的和平开发和利用 阿根廷升空站为长河4号 天问1号等执行任务 发挥了重要作用